小说 小说 你想看小说吗 小说 小说 你干吗呢 你想啥呢 我从哪来 妈 您想什么 走了 安妃 干吗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的身上有一股寻衣草的香味 有没有 没有啊 我用的是柠檬味的母牛肉 怎么可能有寻衣草的味道 好 那你知道寻衣草的话语是什么吗 这次考试 运动系统会比较多 继续画图吧 这样比较好记 好 韩非 你渴吗 有一点啊 那咱们上去喝点东西 好 谢谢 来 不 你 还 我 做什么 我 我 你 我 什么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干什么呢 媳妇呢 这掉臭水沟里的这么当 咖啡到身上了 怎么这么不相信 就是电视剧 都不能信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 你这信好没有成功 怎么还信好了呢 这要不是韩非喜欢你 你今天这招都不叫撩妹 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 信骚扰 你这搞不好又被抓起来 不是 电视剧里的男主角更过分 都直接亲上去了 我还是拿餐厅纸给他擦的呢 那 你那都是老舅的霸道总裁的套路 韩非不吃这一套 那你觉得韩非吃哪一套 成熟稳重 大叔行 这个啥时候不太多 不是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韩非怎么会喜欢大叔呢 你看这大叔什么好的 应该也不是大特别多的那种 就是大两三岁 重要的是成熟嘛 带一点文艺气质的 会点乐器啊 会做点饭啊 事业有成什么的 比如说 比如说白振宇啊 去哪儿啊 媳妇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 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 桃子 你上次借我那个洗衣粉 是薰衣草味道的吗 怎么 吴景浩昨天说 我身上有薰衣草的味道 对 就是薰衣草的味道 这都问得出来 这要么呀实力得很近 要么就是吴景浩的鼻子挺灵呢 投资款小点什么 别人果 包括别人各人果 别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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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飞 你看这是什么 洗衣粉啊 看字 吴香小 最近复习和整理酒吧辛苦了 要不要去吃牛排 牛排 什么牛排 吴景浩突然说 要叫我去吃牛排 你看 都要考试了 还想着请你吃牛排呢 那我跟他说换个地方吧 不是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这种时候重点是吃牛排嘛 重点是 他应该要表白了 不是吧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你知道云涵最近被处分是怎么回事吗 您是说他跟韩非的事吗 你怎么最近特别喜欢穿衬衣啊 你怎么最近特别喜欢穿衬衣啊 没有啊 我一直挺喜欢穿的 怎么了 没事啊 就是觉得 你这个衬衣的颜色 还挺成熟的 是吗 谢谢 你慢用 小心烫 吃吧 烫着了 你慢点啊 吃吧 吃吧 还真是又成熟又稳重 细心又体贴 好吃吗 味道还不错 但是 你觉得还不太熟 我喜欢全熟的 我点的就是全熟的 这外表看着也挺熟的 不错啊 是不是还不太熟 好像确实不太熟 我就是说吧 嗯 就跟你一样 嗯 你刚才没吃饱啊 嗯 牛排还不太熟 我不喜欢吃 哦 哎呀 哎呀 好啦 不可以说 你也吃吧 我不吃了 我刚才吃了两块牛排 好吧